上任百日。 赖清德,明年提政院版财政收支划分法。 行政院长赖清德上任百日,她在27日上午于行政院召开岁末年终记者会,并以乐业台湾提升经济,扫黑缉毒安居环境,生生不息,均衡台湾四大方针为施政报告重点。 其中,她提到,明年有机会推出财收支划分法政院版本,她当过立委,市长,深深觉得非直辖是缺人缺钱,人才留不住,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 赖清德表示,时间过得很快,从她八分之九接任以来,已经超过三个月,同时也是岁末年终,所以今天她率领施政团队召开记者会,一方面对国人付出的努力跟重大贡献。 表示感谢,也要对行政团队表达感激,未来会持续率领团队推动政务,发展经济,照顾国人,诚实面对问题,务实提出策略,她是解决问题。 赖清德也强调,她上任后提出五大施政目标,包括文化台湾,绿能西岛,智慧国家,公益社会,幸福家园,这一年有林权前院长努力,跟她率领的团队在接再厉。 首先,建立乐业台湾提升经济,松绑财经法规,从韩式,行政命令,修正政府采购法,争议调解仲裁并行,松绑保险资金参与公共建设及涨照效率投资。 此外,强化单一窗口招商中心效能,建构明确有效的环平制度,精进土地开发审议机制。 赖清德表示,她也亲自主持加速投资台湾专案会议,强化前瞻基础建设及政府工建的执行力,盘点计划提高促餐参与建树,为武缺提出解决问题,优化创新创业环境。 建立扫黑基毒安居环境,基毒方面,建立全国毒品资料库中心,社区扫毒推行至西市计划,检警掉陷海巡海关六大系统全面启动。 扫黑方面,组织犯罪条件持续性或牟利性,扩大没收有效剥夺犯罪不法所得。 生生不息,2017年2月起65岁以上老人人口超过0-14岁幼年人口,2018年老人人口超过14%迈入高龄社会,2024年人口最高峰为2374万人,15-64岁工作人。 人口余。2015年达高峰后开始下降。 未来政府目标为出生率提高至1.4,人口数不低于2000万人。 育人方面,0-2岁扩大照顾补助,加强社区公共托育,2-5岁增设公立幼儿园,非盈利幼儿园,私立幼儿园比照公立幼儿园收费,详细计划在农历年后跟外界报告。 滥财方面,透过外国专业人才研,滥及雇佣法优化外人来台就业环境,透过产业创新条例,修正吸引新创人才。 移民方面,沿你制定新移民法,补足人力缺口。 均衡台湾,赖清德表示,他当过立委,国大代表,市长,深深觉得非直辖是缺人缺钱,人口不断流失,存在问题无法解决。 他举例,同一个职务不同职等问题,比如台南市科长与嘉义县副处长都是久职等,所以人才留不住,政院一定要重视。 因此,明年开始,政院会审慎考虑行政区重化问题,重新分配财政收支划分法,有机会在明年提出政院版本。 第二,重启行政区重化,第三,地方创生,发展地方经济的办法,否则偏乡地方都剩下老年人,年轻人都在外地打拼生活。